爱在瘟疫蔓延时,馆长去年说若疫情失控拿刀拿枪乱棍打死国民党的人,今年健身房全官只说难道错误决策没人要负责? 馆长陈志涵健身房因新冠肺炎疫情越演越烈修管,他开直播表示反正赔是赔定了,肯定是上千万损失,并质疑政府错误决策影响人民生计难道都不用被检讨? 对比去年杨延兰伟支持武汉台商反台制疫情失控就要打死人来看,我们充分感受到馆长陈志涵满满的台湾价值与对民进党的大爱,好感人啊。 首先,我们看馆长陈志涵去年怎么说。 馆长去年2月23日在直播中,批评国民党及前总统马英九以人权为由支持武汉台商反台,更直言若未来台湾疫情严重失控,我绝对人带着,拿刀拿枪去你每一个国民党的人,我一定找出来把你敲爆,把你他妈的乱棍打死警察法官都死光了,反正没法律了, 我一定算,我一定杀光你们。结果今年,至少馆长陈志涵就认定民进党错误决策影响人民生计,并导致其损失千万,相对的,温和的馆长就责力道就没有去年这么恐怖了。 我想,虽然馆长陈志涵虽然损失了钱,但还有爱,这种爱在瘟疫蔓延时的情操,值得817好好学习,感人啊。 Peace。馆长陈志涵后来对打死有心解,根据柯文哲第一次讲的话最准,我们应该认真看待打死说。 Blackjack 2021年5月16日。 健身房权关损失上千万馆长心痛,难道错误决策没人要负责? 2021年5月16日。